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在五一黄金周假期首日展开首次海事 有分析称福建舰将显著提升中国的海军能力 据中国央视报道 福建舰星期三5月1日 上午八十许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起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此前一天上海海事局官网发布航行警告 称从星期三起至下星期四 5月9日一连九天 在东海四点坐标连线水域进行军事活动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信息显示福建舰在东海进行海事 此次海事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 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福建舰在2022年6月下水并正式匿名 试骑辽宁舰山东舰之后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 也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 福建舰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子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 是中国最大最先进的航母 辽宁舰从海事到福役历时时3个月 山东舰19个月 有分析预计系统更复杂的福建舰的海事 驱使超过19个月 中国解放军海军官方微博人民海军发布的视频显示 福建舰起航时冒出淡淡的烟雾 福建舰舰体整洁 桅杆挂上了试航专用旗组 甲板上的红色白色和黄色线错落有致 明确了停机瓶 滑心跑道起飞着落标记等各类分区标识 《环球时报》引述不知名的中国军事专家说 首先从外星来看 福建舰几乎和当今世纪最先进的航母相比美 其舰到水平无疑是当下常规动力航母的天花板 其次从曝光的装备和设备状态来看 航母所必备的主要装备设备已安装完毕 同时已经完成调试工作 专家也说从福建舰离开码头时 烟囱冒出淡淡的烟雾来看 相关的动力装置已经在正常运转工作 表明前期的机瓦实验很充分 很成功 法新社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师说 福建舰预计将配备更先进的起飞系统 使中国空军能够部署再有更大有效载荷和更多燃料的喷气式飞机 这艘船被定位为中国解放军海军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 并显著提升中国的海军能力 中国近年来加速海军力量的大规模扩张 以寻求扩展在太平洋的影响力 并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 据路透社报道 不见见海事的时间点 正值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星二昌 它的两艘船在南中国海的斯卡伯雷潜滩 中国称黄岩岛进行合法海上巡逻时 其中一艘船被两艘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后受损 近几个月来 诸飞两国围绕南中国海 有争议海域持续紧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